作者,King Tiger,三级世界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是最强的,按理说,如果美国集结大批军力于一个中东国家周边,那这个国家必定是吓得要死。 可是偏偏中东就有这么一个国家,它对于美国的制裁毫不畏惧,面对美国的局势压迫,甚至争锋相对准备硬扛。 伊朗最近的行动,似乎在告诉世界伊朗,对于美国的压迫准备正面接招,毫不胆怯,美国对于伊朗的制裁仍然在进行。 特朗普正都猝猛有加入对伊朗的制裁,美国对伊朗从舆论战到经济战载到直接直去压迫,各方面的对抗可谓激烈。 而据环球网8月13日,原地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消息报道,伊朗对于美国的压力进行了正面扳机,伊朗一年来首次进行弹道导弹的试射,预期也和霍尔木兹海峡军演的时间重合。 并且,对于美国提出的可以进行会谈的计划,伊朗外长扎里夫直接表示,美国人不诚实,他们进行制裁就不会有对话,直接以军事演习回应美军压迫,但到导弹和霍尔木兹海峡军演,都展示了伊朗军事上的强硬态度。 而对于美国为比利诱的利诱,进行会谈的建议,伊朗直接了当的表示拒绝,更是展示了伊朗国家的强硬态度。 毕竟敢拒绝和美国对话的国家可不多。 此外,伊朗甚至还运回了暂济于俄罗斯的20%程度的核原料。 这种原料适用于武器级别的,看样子,伊朗似乎已经有了和美国人正面冲突的觉悟,中东火药桶似乎随时会爆炸。 如今美国和伊朗双方都在进行一场赌博,华盛顿方面赌的就是伊朗会屈服于美国压力,在伊核问题上迫于压力再退一步。 而伊朗方面,则赌的是靠着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国际支持,并且以发展核武为恐吓的筹码。 以强硬对强硬迫使美国放弃制裁,双方一直较量下去,恐怕赌注会继续加大。 这种囚图困境的局面可能已经形成,搞不好双方为了获胜会一直坚持下去,不断以强硬对强硬最终一旦擦枪投火,后果则不堪设想。 当然,伊朗和美国都不是傻子,双方仍然有自己的策略,美国的策略仍然注重于经济和舆论战。 打击伊朗经济命脉是主要策略,虽然集结大批军事力量,但是考虑到伊朗的特殊性质,动武的代价太大故不太可能选择。 而伊朗虽然不断以军事行动回击,但是内心里明白自己无法击败美国的军事力量,故伊朗也不会选择与此网破。 现在伊朗的举动,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军演也好,是射弹道导弹也罢,都是为了警告美国不要过分。 就连约回核原料,也不过是象征性地警告美国,如果继续制裁会逼得伊朗重新走上发展核武的道路,并不是伊朗真的要以发展核武为第一目标。 伊朗和美国的交锋仍然在持续,美军集结军力于伊朗周边,伊朗则以在敏感地区的军事演习回应,而美国人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和舆论攻击。 伊朗则以被逼迫发展核武器,为王派对抗美国,双方的交锋目前看来正打得如火如吐,似乎难分胜负,而且存在失控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可能。 然而,美伊都没有疯狂,到敢于引爆中东大战的地步,两边的对抗行动仍然是有针对性的,按目前局势看,双方仍然会稳步加码,保持对对方的压力。 试图取得这次博弈的胜利,至于最终谁会先顶不住松手,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